你们上课如果碰到没有听懂的题目 你们会举手发言还是干嘛呀 你们看我们娜姐做了一个 排排 老师没听懂 懂了 你真的用这个举手了吗 嗯因为当初的期中考试还没用过呢 还没用过 但是我们亲爱的班职 还有我们亲爱的英语老师 都给我拍照留念了 下次真的会用吗 会用啊 敢用吗 敢用啊 老师没听到 我前面好多都做了 期中考试结束了 考的怎么样 有一题情景交际题 然后里头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英语 我说了各科成绩 你觉得预估能考多少分 零分 零分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哪一门考的最好 都不好 都不好 我不信 明天放一天假 然后后盾上三天学是吧 然后再放五一是吧 对 爸爸你看这是我今天学生的拆的卡 传拆了 嗯 这么多 也没有多少 其实里头还有一些之前开的卡 我全部放了一些 哦 你喜欢的卡片就这么多 嗯 只能说这些是好卡 也不算我喜欢的吧 你不喜欢啊 有一些喜欢啊 好吧 那这那里全是废卡 怎么这人叫废卡呢 你不喜欢不就是废卡吗 没什么用 不是废卡吗 有用啊 观赏 好观赏观赏 我听说有些人就是把这些卡都丢掉 不要了 就要留着那些好卡是吧 对啊 这是有钱人 都是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嘿嘿嘿 这各种卡片 明星的卡片啦 动画片的卡片啦 这叫自营卡 这我们拼了一个自营团 哦 我不认识这个明星 然后这是送的赠品 送了一把赠品 我都没想到 不是买这么一点 然后送一把赠品 嘿嘿 所以能买的出卡用 可以出卡 就是小达那个小礼物 哦 也不贵嘛 感觉你们初中生都喜欢这种卡片 虽然我不理解 但是还是选择尊重你们是吧 只要不要太疯狂一些 就不要毫无节制 我今天不是有最近开演唱会吗 我每天晚上就在你耳边说 我想去看演唱会 我想去看演唱会 又没来武汉 来武汉还是可以去一下的 别的城市就算了